你的公司有价值 你的股权才值钱 你的公司没有价值 亏钱 欠人家一大堆钱 你有100%的股份 也是是没有用 我们提议每一个老板 每一年都要知道 自己的公司负责是多少 我们要小心 就是因为很多老板 他觉得自己公司很有价值 但是去到市场的时候 要卖的时候 是人家不应给这样多钱 打个比方 老板一年赚一个美元 他觉得他的公司是可以卖 100个美元的 但是在市场 有谁是要给这么多倍的 那个PE来买这样子的公司 跟大家分享一个案例 打个比如 Oltown 他是consider consumer F&B retail这样子 但是他的公司 也是从10,000 可以增值到1.4 billion 当他divest的时候 我们也会特地邀请了 Mr.Andy Go 他是Oltown的founder 来到我们的股权的课程 他会亲自跟我们分享 forum的时候 分享他怎样把公司做value 做到出来的 回到我们自己的公司 我跟我的弟弟Ciao 我们是10年前 从爸爸的手上 takeover公司的 那时候我们也不大 当时我们有30位的员工 现在我们公司有700个员工 首先我们敢去想 我们叫做Dream 我们也sell那个Dream 给我们的团队 我们的员工 所以我们要信我们的人才 愿意跟我们同样的梦想 去追这个Dream 所以我们就开发我们的股权金 我们开给几个很愿意 buy我们Dream的一些员工 我要感谢他们 因为他们从那个时候 就可以看到我们要去的地方 所以开了给他们 他们是用钱来买的 然后他们现在也赚到钱了 所以现在是到另外一个阶段 就是我们也找一个 institutional investor 就是OCDC 来invest在我们公司 所以我们是要一个方法 一个step by step的方法 把生意有了战略 有了那个员工的股权经历 然后去到另外一个level 人家那些大的公司才觉得 这个公司值得投资 这样子赚钱的 所以我们就因为这样子 我们自己做到了 我们也要可以协助 更加多的企业家可以做到 因为这样子 我们在18号10月 会有一个那个股权的课程 那一天我们会step by step 教大家是怎样可以 现在知道自己的价值是多少 然后可以是通过 Organic Growth 还是是也可以好像我们这样子 跟我们的staff一起开 多一点brunches 还有第三个方法 我们也可以买现有的一些公司 已经有了track record的 这样子的方法 去step by step 达到我们每一个老板 最后要的一个数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